本视频介绍Ci3 USB-CB使用方法 连接编程键缆到触摸屏 给触摸屏接上工作电源 将编程键缆插上计算机 系统提示发现新硬件 第一次连接的时候我们需要安装驱动 我们选择是 这里选择从列表安装 在这里我们手动选择驱动的位置 一般在关盘的Other目录中 选中点确定 下一步 下一步 继续 完成 这时候驱动已经安装完成 右键单击我的电脑 属性 硬件 设备管理器 这时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面 可以看到我们的电脑 这里是型号 我们打开 传输工具 我们首先设置 这里选择USB 接收工程 我们随便输一个名字 1122 正在结束工程 尝试完成 关闭 我们打开电脑软件 打开现有工程 刚才上载的文件 在这里 1122 打开 可以看到 画面已经成功上载 出品了 2123 1123 面 1123 1122 5 10 6 6 8 6 7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